As a result, we no longer state that we anticipate that ongoing rate increases will be appropriate to quell inflation Instead, we now anticipate that some additional policy affirming may be appropriate 今天节目我们来谈一谈最新的美联储的利率决定 以及它所带来的一些连弹的效应 包括我们对澳洲未来的利率走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 有一个小广告 就是我们在下周三,3月29日的晚上8点 将会第一次进行一场线上的YouTube的直播 直播主题内容是我们自己的投员团队所制作的 最新的对于澳大利亚的新能源相关的行业和产业的一份调研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 到时候我们线上见 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正题 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和了解到了 在澳大利亚时间周四的凌晨 美国时间的周三下午 美联储再次决定加息0.25% 那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 事实上美联储的态度正在变得更加的软弱和鸽派 而美股在周三的下跌 事实上核心原因并不是美联储 甚至美联储的一些做法 或者这一次美联储的一些说法 是偏向于提振股市 而不是打击股市的 真正打击股市的 依然是目前银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带来的比较负面的情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去看美联储这一次的加息的话呢 首先在加息之前 大家都已经预料到 它会加息0.25% 这个加息的幅度本身并不令人意外 除了极少数呢 拍脑袋认为美联储会停止加息人之外呢 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指向了 进行一次小幅度加息 要是在这之前 美联储的很多态度呢 使得很多人认为 这次会加息0.5% 而不是0.25% 所以0.25%的这个幅度本身就已经有缩减了 更加重要的是 美联储对未来的利率走势的说法 开始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 这个大家如果再去看一下 今年年初或者缺年底的时候 当美联储看到了美国的通胀 也是核心通胀呢 依然居高不下的时候呢 它的说法是 我们还将会继续的连续的加息 而且会坚定不移的去控制通胀 当时用的对于未来加息的说法是 ongoing 也就是说呢 是持续的加息 而现在美联储的说法是 如果有需要 我们会考虑继续加息 反过来说呢 如果没有需要 我随随地可以停 这个态度是有极大的变化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变化 意味着未来美联储的继续加息的幅度 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距离停止是非常接近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联储的这个会议 相关的一些材料和文件当中 可以看到呢 美联储内部 对于未来的这个美国通胀 或者目前的美国通胀走势呢 已经开始有更多的联储官员认为呢 目前的通胀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不需要继续强力的加息了 而且鲍威尔自己本人也说了 由于银行业这一系列的事件呢 导致他们认为 未来的这个银行信贷呢 会有所缩紧 那么这个银行信贷的主动的缩紧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相当于一到两次加息 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美联储没有必要呢 维持原来的加息力度 那么综合这些所有的因素呢 这事实上是一个比较鸽派 和利好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所以呢 事实上大家如果在当时 在澳大利亚时间 这个今天凌晨 大家是熬夜在看的话 会发现 当利率的这个决定出来的时候 当鲍威尔在记者发布会上 回答问题的时候 绝大多数时候 美股在当时是连续的冲高 上涨的 一直到了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尾声 美股的尾盘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跌 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其实来自于前美联储主席 现任美国财长 耶伦的说法 耶伦说的呢 主要是和最近的银行业的一些事情有关 表示呢 美国财政部并没有考虑 要求呢 对所有的银行的所有存款 进行担保或者保险 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 是令市场是比较失望的 直接引发了一次 整个的市场的崩盘 所以呢 到收盘的时候呢 美国股市周三是出现了 比较大幅度下跌的 下跌幅度呢 全部都超过1% 但是呢 大家如果去看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利率指标的话呢 会发现 美国国债的价格上涨 国债收益率下降了 那国债收益率和美联储的 这个央行利率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甚至很多人投资人觉得呢 美联储目前态度呢 是转向了更加鸽派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呢 配合美股的下跌 更多的还是体现出了一种 避险的情绪 而不是针对加息的反应 这个是美联储 这一次的会议的一个现实 而且呢 这个现实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在澳大利亚 为什么呢 是因为澳大利亚联储呢 将会在两周之后呢 进行4月份的 这一次的这个利率会议 而且呢 澳大利亚联储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正好呢 我们知道RBA的加息呢 是从去年5月开始的 那么到了今年4月呢 是将近一年了 而RBA的态度呢 比美联储显得更加的鸽派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最新公布的一些文件 和澳洲的这个 央行的官员的说法来看呢 在上一次的会议当中 已经有人开始考虑 要不要停止加息了 再加上最近银行业的这一波冲击呢 目前来看 澳大利亚才是那个更有可能在下一次会议当中就停止加息的央行 当然现在来说呢 时间还是比较早 在未来两周之内 银行业的这场危机到底怎么发展 等等等等呢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 大家还是需要去观察 但是呢 从我个人来说呢 无论是从整体的全球环境 从美联储给出的这个信号 再到澳大利亚的现实经济环境 包括澳洲通胀 其实呢 始终是要比美国通胀要更低的 再加上澳联储前面的一些说法来看呢 个人观点 下一次的四月份的会议 最有可能是两种结果 第一种呢 是直接停止加息 第二种呢 再一次加息0.25 但是呢 央行可能会比较明确的表示 接下来加息会暂停 甚至呢 不排除这是最后一次加息 那么无论哪一种结果 对于澳洲市场 可能都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也希望呢 到时候呢 确实RBA能够在 复活节的假期之前呢 带给所有人 尤其是所有在负担房贷的人呢 一个更好的消息 那么我们届时呢 也将会第一时间呢 给大家来解读 最新的RBA的 这样的一个利率会议的决策结果 那么我们除了会 继续持续关注澳大利亚的重大的经济 财经和投资界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给大家带来更多实时的 信息的分享和分析 我们也会在 下一周 3月29日的 周三的澳大利亚东部时间的晚上 8点呢 进行博满澳财的投资报告 线上的宣讲和这个分享会 我们这次话题呢 是来看澳大利亚的这个新能源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和行业当中的 一些主要的参与者 以及整个市场目前所处的状态 相信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赛道和方向 都会非常感兴趣 欢迎大家呢 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一次直播 明镜与点点栏目